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黃先生 我是陳早姿 今天你們都站在這裡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是正義的對不對 所以謝謝大家 阿伯那天吳寶請回的時候 上車說的第一句話就是 你幫我謝謝所有的小草們 謝謝你們 我很激動 所以我讓趙志賢先說 坤平 我台大醫院的同事 我們為了第一次政黨輪替 我們一起打拼 我們曾經在醫療小組 共識了好幾年 我們有非常特殊的革命情誼 現在 你是我的黨主席 我這幾天 每天都在想 和平 你現在是待在什麼樣的鬼地方 你現在在做什麼事 你現在在想什麼 我非常的不捨 我是佛教徒 我想通了 可平 是一個視線 的菩薩 什麼叫做視線呢 他用他的肉體 他現在受到的折磨 要讓你們看清楚真相 看清楚今日檢調司法 是怎麼樣在挑弄 用政治的手法 在罪待他的政敵 我祈禱 我祈禱 可平跟我們 早日脫離這個風暴 七八十年前 統治者用警備總部 做生命的謀殺 可以讓你最親愛的家人 瞬間人間蒸發 現在他們用人格謀殺 把你抹黑 抹黑了以後 繼續加碼 潑髒水 讓你萬劫不復 他們選擇性的辦案 因為抗平具有影響力 因為我們民眾黨 是最關鍵的政黨 沒錯 因為他們害怕 我們要的只是很簡單 無罪推定程序正義 跟單立的標準 就是這樣而已 但是他們怎麼樣對待克平 克平視線給我們看 克平今天的遭遇 很可能是所有人的遭遇 所有的台灣人未來遭遇 只要你跟執政黨有不同的意見 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見解 不同的政治利益衝突 我們想要讓克平離開那個鬼地方 深圳 我們在立法院 我們要挺住 我們要成為戰鬥力量 我們要在第一線 為克平發聲 好 我想大家都很激動 我在這邊再做一個簡單的補充 我跟柯文哲市長 在市府共施三年 這三年我看到的是 我們公開透明 全民參與開放政府 我們每一天 努力從攻 我也相信台北市所有的公務員 沒有一個人敢明知違法 而亂來對不對 哪一個公務員會說 長官說的他就照辦了 違法的事情他敢做嗎 不會 他不敢做 那為什麼呢 在台北市議會調查的時候 每個公務員都說他們 絕對依法行政 到了地檢署 變成另外一種壓人取共 今天的問題在 台北市政府的公務員 我相信 每一個人都依法行政 而且絕對不會因為長官的指示 就隨便亂來 這個案子很清楚 容積一轉 容積獎勵 這些都是依法行政 我再說一遍 台北市政府的公務員 我相信他們的操守 我也相信他們的能力 絕對不會違法 同樣的 柯文哲絕對不會要求公務員違法 這件事情告訴台北地檢署好不好 相信柯平 相信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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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他捍衛清白 程序要正義 程序要正義 司法要公平 司法要公平 我們絕對不能讓政治來操縱司法 絕對不能讓這些遏止的媒體 用假的消息不斷地毀滅人格 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我們要挺住 我們會挺住 我們要挺住 重點是各位 今天告訴自己 從今天開始 我們跟柯平一起完成台灣的司法改革好不好 好 我們都在 看媽媽看爸爸 我們都在 柯平我們都在對不對 各位教授我們都在 我們要讓他出來 我們要再見到柯平 最後我想我們在立法院 我們會做好我們的工作 主席交代 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絕對是台灣最重要的第三勢力 我們絕對不會退縮的 大家跟我們一起等柯平回來 謝謝 我們的火力全開 柯平回來 柯平回來 謝謝 謝謝 當然除了民眾黨的黨公職 我相信在場的每一位 大家都是平民老百姓 十一年前 在新北市的巴黎 發生了一個 全台灣應該都知道的案子 媽媽嘴 這個案子轟動了一整年 十年 到現在為止 你上網Google還是看得到 他的名字 曾經媒體上面的報導 網路上面的留言 都稱他為殺人犯 媽媽嘴的老闆 綠炳洪先生 今天願意站出來 捍衛台灣應該要有司法公義 身為一個老百姓 他願意冒著風險 為台灣的司法正義站出來 這樣的勇敢行為 讓我們給他一個掌聲鼓勵 讓我們歡迎媽媽嘴的老闆 十年前的遭遇 是一模一樣 那我想要用兩段故事來講 我的經歷 首先我想要講的是 再回到時間 回到2013年的3月6號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店裡算薪水 我走出來的時候 遇到自由時報的記者 那時候半夜4點 自由時報的記者告訴我說 呂炳洪我告訴你 你的媽媽嘴的店長謝一涵 社有重心 然後你們今天會很緊張 我想說怎麼會這樣子 過了沒多久 到了7點左右 警察拿了搜索票 就對著我說 呂炳洪現在要逮捕你 現在你就不用亂講話 後來我順利交保之後 我看這整件事情 那一天晚上的記者 半夜 他寫了報紙 報紙印出來 早上6點鐘的時候 就開始發送全台灣 而這時候6點鐘的時候 檢察官 實錄搜索 把我扣住 扣在店裡 這是我們要的 偵察不公開嗎 時間回到了 現在2024年 我們看阿貝 7月的時候 媒體 明準 就說我們9月 要押阿貝 到了8月的時候 下個禮拜 我們要押阿貝 結果還沒9月 8月30 就押了阿貝 這是我們要的 偵察不公開嗎 這是我想要講的第一段故事 偵察不公開 只有一個謝一涵的口供 說我是殺人犯 而說我殺人犯完之後 有沒有那個證據 沒有 沒有證據完之後 他告訴我的 我順利擠壓 我順利交保 交保之後 我到了第二次擠壓庭 檢察官做什麼事 他一直想辦法 想方設法 去調查我的證據 但是他有沒有查謝一涵 他有沒有去查 那個共犯 他有沒有查證據 什麼都沒有 到最後第二次擠壓庭 他拿著自由時報的報紙 說 呂比鳳大清洗 然後要把他擠壓 還好我順利交保 回過頭來 今天 2024年 我看阿貝 第一次擠壓的時候 他說 沒有證據 所以 我們順利 我幫他請回 第二次擠壓的時候 我換個罪名 一樣沒有證據 但是我是擠壓 要查證據 這是我們要的 程序正義嗎 我想 最後我想要講的是 我遇到了 偵查很公開 我遇到了 司法 很不正義 我遇到了 有罪貼定原則 最後 十年前 我遇到了 我一個人面對 今天 2024年 阿貝遇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想要講的是 今日科文者 明日 任何人 但是還好 司法改革 我們一起 謝謝大家 謝謝